好,我們接下來講的是 53到55的 鋼體平衡的部分 好,平衡方程式 就是 我們所講的 每一個部分 不管x軸,y軸,這些什麼的 還有扭轉的部分 通通都要是0 好 那 各位,我們現在就來 看一下例題吧 我們看一下 fx的 來吧 600 然後cos 45度 那bx 但是薑汁等於多少 424 牛頓 接下來 我們算一下扭轉 100 100 2mm 2m 加上600 cos 45度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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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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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0 0.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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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19牛頓 319牛頓 那 by就是多少 319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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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10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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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9 8 9 7 8 8 9 8 那就是500乘上0.15 那就是500乘上0.15 t就是500m 500牛顿 OK 那我们先算fx的方向 那500 牛顿乘上 sine 30度 等多少 250 牛顿 这就是ay等于 500牛顿 加上500口菜30度 等于933牛顿 好 下一个 5-7 那我们先求NB 先给大家NB的答案 NB 等于200牛顿 那x 那等于 200 sine的30度 等于100牛顿 等于100牛顿 好 ay 等于200 cos cos30度 酱油石 等于233牛顿 好 5-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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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等于52存上五十三分之五 减掉30cos60等于多少?5 就这样 ay等于52存上十三分之十二 加上30sine60度 5等于74牛顿 那我们的ma是多少? 就扭矩去算嘛 所以32.6 然后FA这两个平方开根套 74.1牛顿 就这样 对于这一题还有什么问题? 如果没有问题 接训 5之9 好 我们要先算的是nb cos30度 5 这帮我改成公质 1.8米 减掉 nb3 30度 0.6 然后再减掉3乘上0.9 那我nb等于多少? 2.14kn 那a x 等于nb3 nb3 30度 等于1.07kn a y a y 的部分 就是nb的cos30度 5 不对 是要-nb的cos30度 再加上3乘多 3的kn 好 a y 等于1.14 等于kn 好 接下来 5之10 这个我们就略入一些部分计算过程 好 a y plump plump 等于 -1 1000 牛顿 好 c1 plump 就是 1346 减4 牛顿 ok 好 1346.4 30度 减掉1000 中间 3 3 30 等于a x 那a x 等于多少 173牛顿 好 5之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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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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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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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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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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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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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接下來5之12 好 我先給x跟nb 然後x 等於 0 bx 等於900牛頓 說這是nb 那 我們求ma 900 乘上1.5 再加上 500 再加上 不對 因為這是反方向所以是負的900 3加上 3加上 1的cos 45度 就是ma 算一下等於多少 負的1486 這樣是1486牛頓 那這樣就是1.49kn 方向向這個 好 5之4的部分 2粒及3粒的勾件 在2粒勾件是指一個 物體受到兩個粒的影響 的特殊情況 在粒學中這種情況下的物體就屬於平衡狀態 2個粒就是稱為2粒 那3個粒呢 就稱為3粒 就這樣 那這是3粒的部分 其實我本來 我其實在 第一個 part 好像就已經跟大家就 講過了 下一部分可能就已經講過了 好 example的5至13 θ 先給大家答案 先給大家提示 θ 60.3 FA 剩60.3 F45度 剩45度 加上400等於0 好 FA 剩60.3 剩下 F 剩45度 FA 等於1.07 Km F就等於1.32 好 5至13就到這邊 還有問題嗎 下一個部分 就是也是自由題圖 自由題圖我真的沒有很想在講 拜託 我還不知道後面還會不會在講到什麼自由題圖 拜託 我沒有很想在講 那所以的意思就是這個例題 可以的人就自己 動手做吧 不行的人就 就想想看吧 自由題圖我們 自由題圖我們好像已經畫過 在經濟學部分已經畫了三遍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